看一下 題目說呢 已知ABPQN是任意數 而且呢 他說了 P不等於Q ABN也不等於0 請問你哪個正確 呃 我先說一下喔 你有很多報可以算 那我告訴你快速解法 你就假設ABPQN 參作感到啊 分別是1 2 3 4 你單一看就這樣合不合了 對不對 好 我們先看這個地方 AB假設是1比2 請問你會等於1比上2 然後分支 這個P是3 Q是4 你覺得會等於這兩個嗎 當然不會嘛 你至少就是3分之1 比他3分之2就對了 所以A直接不可能 對不對 然後看第二個 A比B 按照解的 A比B是1跟2嘛 所以你覺得1比2會等於 來吧 N是多少 N是5吧 會等於1加5 比上2加5嗎 1加5是多少 6 2加5呢是7 你覺得1比6等於右比7嗎 不可能 所以畫掉 好 再看第三個 A比B就是1比2 會等於A乘上P P是3 你覺得會等於1乘以3 比上2乘以3嗎 會不會 這三根三可不可以約分約掉 會啊 那所以1比2等於1比2 有啊 所以他覺得答案選了 C 答案豬 我看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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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 這個題目打信號 哇真棒 你看到豬的答案 豬也很正確啦 你看一下喔 A比B是不是等於A乘以2分之1 B乘以2分之1 這也可以消掉對不對 但這個問題在於最重要 你看這邊 這個意思是講說P不等於Q而已 他們只想說P跟Q 有不可能等於0 沒錯 所以這邊的確有可能PQ是0 而且P有可能是0 所以旁邊寫下去 我們就寫 因為P可能為0 寫一下 因為P可能可以為0 所以不能選 但是那些寫 告訴你說 ABM已經告訴你不為0了 所以可以同時乘上一個不為0的數 那沒問題 所以這邊 我們假設裡面是有點問題的 就在這邊P的地方 這樣會啦喔 所以你選C跟D 至少你看C跟D怎麼選擇 你看到誰不為0的就是了 這樣懂啦 所以他選的是誰 答案選擇改一下 答案是 豬 這樣聽懂嗎 所以第五題應該 你的問題應該在於C跟豬的問題 AB應該沒問題對不對 C會錯的原因 是因為P有可能為0 那就錯了 這樣會啦 好